男子亮出美工刀 冰狼犀牲嚇得往後退 他說自己沒錢 上門討一包冰狼 白名不付帳 還亮到恐嚇 未付錢就打算離去 於是店員將賠錢留住 此時賠錢就將美工刀拿出 並向店員恐嚇 不只拿冰狼 下一間肉圓店 男子又想吃霸王餐 要店家免費給他一點 女店員眼看他不斷靠近收銀台 怒敲過場呵斥 才把人給趕走 附近住戶說 這名男子以乞討為生 要不到錢或食物 就會亮到恐嚇 甚至還會搞破壞報復 你的傷口到那裡有 有啊 來來來 你剛才賠錢 賠錢呢 吃完了 甘民嫌犯他有竊盜 及恐嚇的多項前科 所以他來到本所 也並沒有非常 就是表示有後悔這樣子 高雄警方在公園找到人 他還在呼呼大睡 最後被一詐欺恐嚇取財等罪嫌 一送罰辦 由於他的無賴刑警 已經不是頭一遭 法官才定收押 才讓當地住戶鬆了一口氣 叫阿強佩儒 高雄的